字幕君 李宗盛 這裡是我心目中日本第一的觀光地區 牛蛇好吃到不小心把自己的舌頭也吃下去 在享用牡蠣吃到飽的同時 也可以搖響當年松尾巴交對日本山景的湧嘆 當年發生在這裡的大地震至今已經七年 日本每年仍然感謝台灣當年的幫助 自嘲自己很小氣的熟南阿布寬 看到花蓮震災就霸氣的捐了一千萬日幣 這裡仍然處處可見當年海嘯的遺跡 眼前這座巨大的防潮堤 不但把海和人民徹底的隔絕開來 也透露出人民心中極大的恐懼 這裡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看板 標示上一次311大海嘯的淹水高度 在這裡我看到日本人最堅強的一面 這裡是東北 我在當日本不動產投資講師時 常常會有客戶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日本地震那麼多好像很危險耶 這個時候通常我會回答說 日本不是只有現在才在地震 日本幾萬年來一直在地震 而且事實上台灣也是一個地震的高危險國家 嗯這個時候通常客戶就會痛痛了 日本長期以來就受到地震的威脅 而海嘯的英文呢就是Tsunami 這是一個日文 所以日本就是地震的專家 在建築上呢日本也發展出各種耐震 制震甚至是免震的技術 日本在2007年後出產的手機就強制提供所謂的 緊急地震速報 透過觀察地震發生時震央產生的垂直震波 來預測速度較慢 但是波位率較大的水平震波 當地震發生時分析P波和S波 得知震源和地震規模 在地震到達前就可以預先 以手機或者電視來通知地震速報 最多可以幫民眾取得30秒的反應時間 最近台灣手機也提供地震防災簡訊功能了 雖然玩日本一點點 但也可以感受到台灣人民的防災意識的提升 以上說的都是抵抗天災的硬體建設 但是很多時候造成傷害的都是人禍 我們都知道日本的防災硬體盛失很強 東京的防洪下水道簡直就像華美的地下宮殿 然而就算有再強的防災硬體設備 如果沒有搭配從小扎根的防災教育 在面對如此巨大災難的時候 我想沒有人能夠像日本人在311時那樣 保持冷靜自治 台灣人連奶茶還有衛生紙都可以搶的 假設真的發生天災以後 接著之後會跟隨著什麼樣的人禍呢? 老實說我真的不敢想 我在東北旅遊的時候 一邊讚嘆怎麼會有這麼美的風景的同時 也發現到處都有金波金水表示板 看板上標示出上次海嘯淹水的高度 用看的就覺得很可怕 原來上次水淹到這麼高啊 而且我在想這種金波金水表示板 不是對災民的二次傷害嗎? 災民很努力的想要忘記這個恐懼的回憶 然而政府卻用看板提醒災民上次水淹得有多高 這個不是在災民的傷口上撒鹽嗎? 然而日本人不是這樣想的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價值存在 即使是令人家破人亡的災難 日本人一直努力反思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儘管處處可見的金波金水表示板 讓人心痛 房屋倒塌了 自愛的親人走了 地貌改變了 但是抱持著把經驗傳承給下一代的心情 一定要讓這些傷痛的痕跡流傳下來 重建的過程雖然痛苦 但也見證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台灣也是多地震的國家 最近也發生了幾場令人心碎的震災 房子倒了就無法復原了 但是我們內心會變得更強壯 我們究竟可以從這幾次的震災中學到什麼呢? 就到花蓮邊玩邊想吧